半个多世纪以来,美业之间的较量,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上演,不论是在东欧、中亚地区,还是在中东地区,都有双方博弈的身影。虽然美国曾以世界第一强国自居,但以战斗民族自称的俄罗斯,丝毫不处美国,双方打得有来有回。而且,这一次,美业之间再次发生摩擦,但结果还是普京更胜一筹。 据越通社5日报道,美国第六舰队新闻处发表了一则声明,就在前一天,美军的一架T-4I海神侦察机在地中海国际空域进行飞行任务时,被俄罗斯的一架苏副35战机不安全拦截。而且,当天三个小时的时间里,俄方战机连续三次,对美军的同一架战机进行了拦截。 在这则声明中,美军称俄方的行为,极度不安全,给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的美军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危险。 尤其是在俄方的第二次拦截中,俄方战机几乎是贴着美军的战机在高速飞行。 也正是苏副35战机这种血性十足的做法,让美军的侦察机不得不掉头就跑。 对于美军来说,俄方此举不仅仅让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。 同时也是一种莫大的羞辱,以至于美军第六舰队用近乎抱怨的语气喊话俄方。 我们希望俄方战机的行为符合国际标准,确保安全并防止事故发生。 当然了,俄方对于美军第六舰队的抱怨,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,同样很有血性。 俄罗斯国防部在6月5日表示,美军对俄苏副35战机的危险拦截说法是与实际不符的。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,驻扎在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俄军。 根据空中检测设备显示,是有目标的在向俄海军基地塔尔图斯紧急靠近。 面对敌方战机的袭净,俄方才派出苏副35进行识别,并且驱逐该战机,以确保塔尔图斯基地的安全。 实事上,俄方给出的这个说法,还是比较客观的,塔尔图斯港正是目前俄军在中东地区的。 主要基地,而且还是俄旭联军的一个战略合作标志。 就在今年4月份,叙利亚与俄罗斯救塔尔图斯港,签订了一份,长达49年的租赁合同。 很明显,该港口已经成为了俄军在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支点。 对于这样的战略要地,美战机想来去自由,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 再者说,如果是俄战机突然袭向美军基地,估计美方这会早就破口大骂了。 此外,从俄苏-35的这次拦截行为来看,动作可以说是一气呵成,行云流水,对美战机的拦截行为已经不以为然了。 早在今年1月底,美军的一架PE-8波塞冬号侦察机在波罗的海沿岸飞行的时候。 俄方就认定这是美军的一次挑衅,立即派出一架苏-27战机紧急前往。 紧紧贴着美国战机,半飞。 那一次,美战机面对如此强悍的举动,同样选择了掉头就跑。 还有就是去年的11月下旬,乌克兰在黑海挑起紧张局势。 美军战机趁机多次前往黑海空域,俄战机同样采取了拦截措施。 其实,从美俄双方战机的你来我往中就能看出,俄罗斯是丝毫不惧怕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强国的。 因为,美国的这个头衔,如今已经在慢慢淡化了。 就从最近一段时间的东欧局势来看,即便美国站着有北约阵营的存在, 频频对俄发起挑衅,但在俄罗斯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和态度之后。 美国的态度便发生了180度大转变,呼吁美俄双方不要爆发强烈的冲突。 追根究底,还是因为俄罗斯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。 美俄都是拥有毁灭性核武器的国家,如果真要起冲突,双方都逃不了好。 而且,在性格上,俄罗斯人的勇猛给了美国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感觉。 毕竟,美国一直在对俄实施制裁。 处境并不是太好,如果自己都过不下去了,也不会让美国好过。 就好比如今的伊朗,美大军陈兵波斯湾。 整个伊朗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,所以他们不得不尽快拥和,来应对美国的制裁。 如果美国执意要针对伊朗,相信伊朗人民不会介意让美国尝一尝核武器的滋味。 当然,前提是伊朗在最短时间内造出核武。 其实,不论是俄罗斯也好。 伊朗也罢,他们都非常的清楚。 美国虽然嘴上嚷嚷着要制裁哪个国家,但也只是在经济、外交等软手段方面。 真要硬碰硬的话,是美国不愿意见到,也不敢去尝试的。 对于这种纸老虎本质,相信普京是最为了解的一个。 所以俄方在应对美军的时候,态度非常坚决。 虽然表面上是,打就打,谁怕谁的意思,但根本原因,还是普京抓住了特朗普不敢开战这一软肋。 如今,俄罗斯与伊朗交好,自然会把美国的这个弱点告诉一方。 所以,伊朗在对美国的态度上,和俄罗斯一样强硬,并放话称。 美国不撤兵,不撤销对伊朗的制裁,就不可能谈判。 总得来说,美国还是那个美国,世界却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了。 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,群雄正在崛起,美国,不再是一家独大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